明朝时期特务机构很是发达 什么锦衣卫 东厂 西厂 在影视剧里 他们貌似天生不和 经常拼的是你死我活 而真实的锦衣卫 与东厂 西厂 都是皇帝的亲戚 替皇帝办事 可能您会问了 都是特务 干嘛设置这么多机构呢 皇帝不是银子多了没地儿花吗 其实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他们相互牵制 防止一方做大 东厂 就是为了防止锦衣卫权力过大 威胁皇权而设置的抗衡机构 西厂 又是为了限制东厂 总之就是相互牵制 最后大家都听皇帝老了 蒋介石的军统与中统 也是这么个一 虽然矛盾重重 且摩擦不断 但作为蒋介石隐形的左膀右臂 很多矛盾过后 他们也是不了了之 然而赵立军杀害伪孝儒事件曝光后 中统与军统彻底走向了水火不容的境地 一边是中统 坚决主张严惩凶手 另一边是军统投资戴笠 要求将赵立军交给他带回重庆 网开一面 围绕着追命太岁赵立军的生死 中统与军统一场史无前例的明争暗斗 拉开了血